电视机的诞生 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有一个叫做《我有一个秘密》的节目,1957年的一天,有个50岁的老人成为节目的嘉宾。 这个名字为法安斯沃斯的老人声称,我的秘密是,在1922年我14岁时,我发明了电视机。 老人得到了80美元奖金,喝一纸香、云斯顿牌香烟,还有主持人一番空洞的赞美话。 离开节目录制现场时,老人脸上带着一丝笑容。 或许,他回忆起自己还是美国爱达河摩门农场一个14岁男孩时的情景。 那个时候,法安斯沃斯是在阅读报刊有关图像传送文章的时候对此发生兴趣的。 最早的图像传输理论认为,可以把一个图像分割成许多小的像素,每个像素由一条单独电路传递。 多条电路一起工作,传送的像素便聚合成整个图像。 后来,又有发明家提出对图像进行逐点扫描的理论。 这样的话,只要一条电路就可以传送过去了。 这就好比把一座房屋拆成许多的砖瓦,而主点扫描就是用一辆车分层次的一次运满砖瓦。 在实践这种理论的时候,德国的发明家尼普科提出了一个转动的圆盘来分解图像的方法。 圆盘上有一圈沿螺旋线排列的孔,转动圆盘,每个孔上呈现的图像不同的部分就产生明暗不同的光信号。 这些光信号通过光电池转化为电脉冲,图像就转化成可传输的电信号发射出去。 接收到的电信号通过光电调制,在接收端设置一个同样转速的有孔的圆盘,就可以再现图像。 这个圆盘被称为尼科普扫描圆盘,后来布劳恩又发明了阴急射线管。 法恩·斯洛斯对电视发明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采用磁化的电子数,但是他的实验进展不快。 相比之下,一具美国的俄国发明家,斯洛利金,赶得比他成功。 然而,第一个实现电视成功扫描传递播出的还是英国发明家贝尔德。 那是1925年10月2号。 这一天,房东威廉先生看到房客贝尔德激动地闯了进来,他对威廉先生说,请你马上到我租的房屋里来一下。 威廉远不想去,他弄不清楚这个头发乱蓬蓬的人又在干什么怪事。 好多天了,这个房客不安地搞了一个又一个的圆牌,弄得他租的两个房屋里面杂乱不堪。 但是贝尔德非常的固执。 威廉指着跟他进了房屋。 只见房屋的椅子上放着一个木偶。 贝尔德抓起木偶,扔在一边,坚持要威廉先生坐在椅子上。 请坐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见到贝尔德出了房门,威廉先生就离开了椅子。 因为椅子面对了几个大聚光灯,人坐一会儿就热得受不了了。 贝尔德离开了这间房屋,又去了另一间房屋。 贝尔德是用自制的扫描圆盘和音级射线管,试着扫描传送和接收图像的。 威廉先生眼下待着的那间房屋是贝尔德的扫描播放室,另一间房屋是他的接收室。 经过多次试验,今天早上贝尔德已经在接收室里,用机器调试以后,看到了扫描播放室里安放在椅子上的那个木偶的图像。 他很兴奋,真想用真人再试一试,就硬拉来房东威廉。 可是他怎么调制机器,在显现管上还是没有看见威廉。 这是怎么回事? 贝尔德满腹狐疑,返回了扫描播放室。 他一进门看见,威廉根本就没有坐在椅子上。 他明白,一定是聚光灯太强了。 贝尔德略微调整了一下灯光和椅子的位置,又好说歹说,硬是把威廉先生安在椅子上。 您可千万别离开这个椅子。 然后又回到了接收室。 果然,这一下子他从机器的映像馆里看到了威廉先生那张神情极不高兴的脸。 我成功了! 贝尔德兴奋极了,他甚至忘了威廉在聚光灯照射下还在椅子上坐多少时间,因为他自己发明了电视机。 1926年1月,英国的伦敦科普协会收到了贝尔德的信。 信中说,他已经发明了电视,请他们来观赏。 这些专家到场以后吃惊地看到了电视。 尽管贝尔德的电视图像是机械扫描,由于当时的阴极管寿命短,图像不清晰。 但是,这毕竟是第一次电视的成功播放。 与贝尔德同样着迷于电视发明的美籍俄国发明家斯沃利金在1923年也研制出电视摄像管,五年以后取得了成功。 他又用电子扫描代替了尼克普的机械扫描,使图像的分辨率有了极大的提高。 贝尔德的电视,经过他的努力改进,在几年以后,由英国广播公司举行首次常规性的电视播出活动。 一位官员当场赐词。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电视视播的第一批观众讲话,我希望这种新的科学能激发一个新的工业的产生。 它不仅是不列天帝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 贝尔德则在英国广播公司演播室的角落里,享受自己发明终于造福人类的快乐。 法恩斯沃斯在美国的电视发明实验,进行的布鲁贝尔德的快。 但是1934年,费城的科学博物馆里,法恩斯沃斯应富兰克林学会的邀请,也公开演示了自己的电视。 当人们走进博物馆援助大厅的时候,会意外的在一个小小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 要是谁愿意花75美分,就可以进入一个会场,观看屏幕上舞女和狗的表演。 经过不断的研究和改进,黑白电视机从1930年进入市场,后来到了1953年,美国试播彩色电视。 英国发明家贝尔德,美籍俄国发明家斯沃利金,还有尼科普·凡斯沃斯,人们不会忘记他们。 是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如今能够安坐家中,看到世界上甚至地球以外空间发生的事情。